近日中缅合作生产新冠疫苗项目在缅甸仰光正式投产 缅方表示此次合作将大大降低缅甸获得新冠疫苗的成本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秘书昂林队 工业部部长查理丹 卫生部部长戴凯温和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 经商参赞谭叔父等中缅各级人士上百人出席了投产仪式 疫苗由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提供半成品 由缅甸制药厂完成灌装 该项目自2021年7月开始筹划 并于2021年12月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目前技术培训和试生产已经顺利完成 并已正式开始批次生产 预计年产能可达1000万剂 目前大量的疫苗接种 使缅甸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而新增死亡病例中90%以上 都是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员 目前缅甸正处于第四轮新冠疫情当中 但是由于缅甸在新冠疫苗目标接种人群当中的接种率 已经超过了60% 所以在本轮疫情当中 不论是重症率还是死亡率都维持在较低水平 而随着中缅合作生产的这1000万剂新冠疫苗投产 缅甸将在控制疫情方面获得更为有利的支持 总台记者缅甸阳光报道